好 这不是等于见接接吻了 不算不算不算 这样我也太亏了 希望明年可以接吻 三年 希望三年可以接吻 我去个洗手间 我想好了我要去干嘛了 说 我要去动物园 看大象 哥马 还有猴子 我还要去水族馆 看魔鬼鱼 海豚 我还要去滑冰 小时候你没去过吗 没有啊 小时候我爸这么忙 你爸妈带你去动物园的时候 我和林希格 只能在家看动物事情 不许看别的地方 只能看我 你怎么了 我答应你啊 周末带你去动物园 嗨一整天 真的吗 方法 真的 你怎么这么好 好不好 好 带你笑 你真好 吃吧 你怎么吃我肉啊 你是狗吗 米饭也吃不完吧 我吃了 怎么了 不知吵着要来 来了又不高兴 没什么 就是本来很期待来动物园的 可是来了以后 发现他们都被关在笼子里 就特别替他们难过 尤其是这种大型动物 他们本来应该生活在草原上 或者是丛林里的 行 那下次不来了 好 走吧 据说鸵鸟是这个世界上 最大的鸟类 但是它们都没有翅膀 所以遇到事情的时候 它们就会把自己的头埋在土里 假装什么都看不到 就像你一样 才不是呢 我这么坚强 那是谁摔了杯子四次 是谁被欺负了 又跑到练歌房里 哇哇大哭了 那不一样 那只会佩服 你不是什么 那么多感受了 都要带来 所有的 就像 不少